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无发 我是阮木花 谢谢Lawrence对我们纽币的斗内 纽币 这个纽币 是Lawrence住在威灵顿吗 是住在纽西兰吗 为什么会斗内纽币呢 纽西兰我去过一次 这个去玩也去过采访 那采访是1999年 当时我在中央社当记者 在财经组当记者 这个纽西兰那一年 在威灵顿召开APEC 亚太经合会议 当年备受瞩目 就是柯林顿跟江泽民 这个会外的会晤 这个柯江的高峰会 当时我也到现场去采访 那还记得吗 1999年 那时候两岸关系其实并不好 李登辉总统主政的时间 还记得那时候 柯林顿跟江泽民 在会中讨论了很多台湾的问题 台海的问题 那时候 对不起 对在奥克兰 不是我 sorry讲错 一下口误 纽西兰的奥克兰 纽西兰奥克兰 我对纽西兰奥克兰的 那个 那个印象是 这个是纽西兰的 很重要一个城市 怎么百货公司下午 四点钟就打烊了 不知道现在是不是 还是这样子 真的就四点钟 好像五点钟 百货公司就全部都关掉了 路上就很冷清 几乎没啥人了 晚上纽西兰是奥克兰是没啥夜生活的地方 那回到刚刚谈到美光 美光的财报的下修展望 让市场 这个再次 再次看到记忆体库存 调整的压力 美光的盘后股价是跌了4% 今天晚上开盘 恐怕有一番挑战 美光是说 是受到客户去化库存的影响 所以下修了本季营收预估 而且市井说呢 第四季跟明年第一季出货 都要明显的下修 另外营收毛利率都会下调 那美光的下修展望 就也引发了今天包括南亚科 华邦电 记忆体族群股价的压力 那事实上记忆体不好 大家都知道 但是这一次美光的下修的幅度相当的大 他把他的营收下修了 季减16%的一个幅度 同时呢 这个直言说 明年的这个现金 自由现金流量有可能会转负 那既回答之后 美光下修营收预估 甚至呢 美光也宣布要调降资本支出 那这个也冲击到美国半导体设备股的走势 那半导体设备呢 就靠美光 靠这个台积电 靠这些 不管金元代工 或是说呢 做记忆体的这些大厂 他们的设备的禁用 那现在要调降资本支出 当然不是好事 不是只有美光调降资本支出 在记忆体部分 海力士也要推迟他的资本支出 先前报道也有出来 那韩国媒体说 美国的晶片法 现在目前看起来是美国的 国主主义的气氛日渐升高 高通啊 要把单下给革新 Grow Foundry 这是最新的新闻 说呢 这就是一个例证 高通跟Grow Foundry 周一敲定的合作案 使得高通到2028年呢 像革新整体的采购金额 会达到74亿美金 是原本承诺了两倍以上 那高通这么做呢 当然是跟这个晶片法案有关了 那革新会以这个纽约厂 为高通生产 用于5G的收发器 Wi-Fi 车用跟物联网的晶片 主要是成熟制程 但是这样子的 这个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转单 他从哪里转 他可能是从三星转过去 所以三星原本 高通原本是三星的大客户 所以对于这个三星来讲 也不是个好事情 那这个 我们今天这个两段的时间 我们要来请教财经作家 卢冠安 来谈一下最新的原物料行情 原本我们是要连线 秦晓芳副总经理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刚才联络不上人 所以不是我们要 不是我们要主动换题目 换来宾 而是我们联络不上人 所以我们赶快请冠安来帮忙 冠安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关于前一波段 我们看到原物料价格 很明显下挫 但最近似乎又开始蠢蠢欲动 你觉得原物料价格 后市如何看待呢 这个 我个人 我个人先 我个人先 大致讲一下 大原则 就是说原物料 它就是三个东西在影响 第一个就供应 第二个就需求 第三个就是美元总值 那其实以目前来讲 当然今年联想供应局面最大的 基本上当然还是恶物战争这个东西 但是问题是恶物战争的事情 目前来讲 金融市场其实应该对于这个东西 几乎都已经 你可以说是疲劳化 或者说就是几乎都已经 已经英文要 英文要不爱心 就是都已经计算进去了 而且最近有一个 应该可以说是利空的东西 就是说 我们看到说乌克兰其实已经开始在出口 那个粮食 这样 对它已经好像 我如果没有记错 好像第二船已经开始在运出来 已经运了两船出来 那好像说第三船也开始在进去 就是外国船只开始在进去 然后准备要运第三船出来 这样 所以其实最近像小麦的话 因为基本上乌克兰它小麦的成量 其实也不少 那小麦它大概已经跌回 就是二户战争之前的起上点了 这样就对了 大概是这样 像石油最近来讲 其实也是比较疲乏一些 那我们不能说 其实基本上 你可以这样想 就是说 基本上其实 如果说我们先不讲美元 美门的走势来讲 其实美元最近也没有再像以前 那么强 再像大概 对也没有那么强 其实我给各位回顾一下一个东西 大概一两个月 距离时间点我忘记了 那时候欧元快要跌破 或是跌破对美元1.1的时候 我现在看起来真的是觉得有点好笑 就是说很多人会叫你进去放空 放空什么欧元 欧元对美 就是放空欧元就对了 其实现在欧元还卡在1.0的附近 也就是说其实当时你放空欧元的空头 全部可能都只在那边 虽然说可能不是赔很多 对 大概赔个2% 但是你看像 那欧元如果说你说 可能还没那么弱的话 那今年最多我当然是日元 那我看到日元最多的话 大概也是 美元对日元 大概也升值到 美元对日元升值就是日元贬值 大概升到138 139那边 那现在其实大概也在134到36那边晃荡 也就是说其他已经拉回了大概几%了 那但是问题是最近油料这一波起来 那如果整体来讲你看到它的供应面其实基本上有改善 就是说我刚刚讲粮食出货问题有改善 但是还是基本上还是蛮紧俏 但是它的价格其实已经距离 二物战争的高点其实有些甚至已经变得 变得大概可能 今年的就是YTD的成效 今年可能变成是 10%以上的也有 比如说某些工业金属 OK那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其实现在的状况是有一点在 有一点在全球即将或是可能要步入经济衰退的 就是会拉低需求 跟二物战争这个供应面下降 这两个东西在拉扯 那这种情形之下 其实我个人会觉得现在在 现在在投资原物料这一方面来讲 如果你还有原物料部位 还有获利的话 我会比较建议是减码 OK 对 我会比较建议是减码 但是不用全部卖掉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所谓减码都不全部卖掉 我会变得比较谨慎 没有那么看多 但是没有到全面看空的程度这样 对那你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不建议 没有原物料相关部位 我就不建议现在进场这样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谈原物料 这个联发科刚刚公布出来 7月营收408.9亿 这个月减幅度高达19.87% 将近20%的营收月减 这可以讲很major 很明显的营收出现了 从6月转折向下的情况 年征的幅度呢 也仅仅只有1.3%了 那如果继续出现营收减 修减的话 那可能下个月出来的数字 年月双减都有可能 累计前7个月的营收 年增是23.8% 你可以看到 从23.8%的前7个月营收 掉到7月的年增率 只剩下1.3%了 几乎没办法 跟去年通期比 营收要增加了 那最主要是受到手机电视 这些终端产品需求 减缓的影响 研发科的营收出现了 这个骤减的状况 那相较上半年呢 这个营收的年增幅呢 也明显的收敛了 那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 全些第四大晶圆代工厂 格罗芳德 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高通 转型到转单给他 这个下单给这个革新 革新就是格罗芳德 你要讲格罗芳德 你要讲格新 其实都同一家公司 他最新公布出来财报 上季的业绩是优于预期 但是呢 股价却是大跌了将近6% 主要原因是受到 NVIDIA 美光 最近相继下修财测 引发半导体肋骨一片产率 因为大家思考 就是说这些晶片厂 或者说呢 记忆体厂不好 那他们会不会连带使得 整个半导体供应链都不好 包括设备厂不好 这是一定的 那格罗芳德 他9号发表出来的财报资料 这个2022年的第二季 他的营收年增23% 到19.9亿美金 这个高于财测区间 同时也高于这个市场的共识 那他的净利呢 就每股盈于有0.48美元 叫去年同期净损了 3000万美金 每股亏0.35美元 是转亏为盈 照来讲这个数字不错啊 这个股价应该涨啊 没有 股价反而是收跌了 快6% 这个8月9号股价收跌了 幅度还蛮明显 Global Fonds的股价呢 跌到55.67美金了 所以半导体股票 为什么昨天 这个美股的周二 这个费能帮助力指数 跌了那么重 跌掉了这个5%多 4%多 快5%的幅度呢 最主要就是这些大厂 他们的股价都疲落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N98.1财经 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晚要公布出来 很重要的经济数据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这个美国的最新的CPI数据 即将要揭示 要出炉了 那股市会受到 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上个礼拜看到CPI 有人估计9.2 会比上个月的9.1 还要上升了 那现在我们看到 最新的有人预估出来 这个市场预估来 7月的CPI 7月CPI呢 估出来是年比增长8.7% 月比增长0.2% 整体的增长幅度较6月 年比增长9.1% 是稍微下降了 那另外呢 月比在6月增长是1.3% 也比6月的月比增长下降 有所放缓 但核心CPI会维持高位 那预估呢 7月的核心CPI 年比增长6.1% 月比增长0.5% 那6月当时年比增长是5.9% 月比增长是0.7% 所以如果从月比增长的幅度来看的话 跟这个年比增长幅度来看的话 其实7月跟6月变化不大了 那这对股市会有什么影响呢 等一下会请教冠安 那另外呢 CPI归CPI 美国人餐桌上面的通膨 是直接反映在真实的荷包 跟这个心情上面 那根据美国零售销售公司 零售数据分析公司 叫做Information Resource 这家公司叫IRI 它的数据 7月份 美国杂货店 这个零售店卖场 鸡蛋价格比去年同期飙升了47% 淡价涨了快五成 所以不是只有台湾淡价涨 你现在到不管美式大卖场 或者说到超商超市去买鸡蛋 一颗鸡蛋超过10块钱 稀松平常了 你算整盒鸡蛋的蛋价 算一颗的蛋价 大概超过10块都稀松平常了 不是什么人道蛋 那些很贵的什么有机蛋 或者加了什么枸杞的那种蛋 一般的鸡蛋一颗超过10块 稀松平常 对不对 美国的鸡蛋价格也涨得很凶 涨得快50% 年比涨58 那鸡蛋价格飞涨 主要是因为美国也爆发了禽流感 所以这禽流感也使得 鸡肉跟鸡蛋价格的上涨 那其实从IRI的数据显示 美国现在物价不是只有鸡蛋涨而已 牛油的价格跟去年比涨了26% 冷冻食品的价格涨了23% 那冷冻披萨跟面包 也分别涨了18%到15% 那很多其实老美这个吃冷冻食品的 各位有在美国待过 你知道美国那些超市大卖场 他们都有所谓的那种TV dinner 什么叫TV dinner呢 就是你自己买回家 那个冷冻食品 你放到微波炉里面去 微波个几分钟 拿出来你就可以吃一顿晚餐了 叫做TV dinner 那这个名字取得蛮有蛮有趣的 就是说你一边看电视 一边吃东西 叫TV dinner 就那个有可能是一片小披萨 或者是说那一份小餐盒 你不用到 到那个卖店去买 因为你美国人都知道 去买 除了连锁素食餐饮店以外 都要给小费 所以为了省钱 就去吃这种便宜的东西 所以冷冻食品价格涨 对美国人的荷包来讲也是很伤的 尤其对一些中低所得阶层 学生这种荷包是很伤的 那这个美国的通膨到底会是什么数字 我们刚才继续请教财经作家卢关安 关安你好 是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关安你怎么估今天晚上公布出来的CPI 会怎么样影响金融市场呢 这个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有可能会稍微比上市的9.1 稍微下降一些一些 但是基本上来讲 我是觉得说其实这个事情 其实如果你放比较长线的眼光来讲 我觉得其实今天的CPI 短线上一定会造成很大的震荡 但是我们去看一个东西 我们去看一个东西就说 其实各位注意看 最近很多联邦除非理事会的历史 又出来放话说 他们可能升息幅度不会像 大家想的就是只有两码而已 9月21号 那我要跟各位讲一篇新闻 就是说其实这个是 我大概应该是两三个月之前 以前看得到 我记得好像是 我记得说这个言论的人 是联邦除非理事会的纽约前主席 纽约分行前主席 他说什么 你知道他居然说 我当时看一标题我吓一跳 结果我仔细看一下内容 他说其实美国联邦除非理事会 反而希望 现在希望股市下跌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过去几年 其实我们知道过去几年 台湾出了输最最卖的是什么 就是反正就是财富自由 就是说反正你就买股票放着 你就可以不用工作 之类类的这种东西 那这样造成什么问题 那这样其实造成 美国现在的失业率 美国现在的失业率 其实非常非常的低 就是说大家都不出来工作 对那大家都不出来工作的话 你如果知道失业率的调查 你就知道说失业率调查分母是 是你在15到65岁之内 但是你有想要找工作的 所以如果说你 母数工作的母数变小了 对对对对 那你母数变小 那你等于是说 我大概有一点类似 有一点类似说十分之四 然后上下都扣一的话 其实 九分之三是比十分之四大的 OKOK 所以这个东西大概就是说 大概就是说 那简单来讲就这样 就是说你失业率增加之后 其实大家比较没有 比较没有钱 比较没有钱消费的话 通通自然就会降下了 那我就一个好奇的事情 为什么美国人不工作 他可以过日子呢 总不可能每天吃TV 吃麦当劳 没有他们就是过去几年股市赚太爽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稍微讲这个东西 所以他现在就是 那个 我跟你们有发觉说 像最近股市这一波 那是大块来讲 都会反弹了20%左右 就是说 那前几天最高点都会20%左右 最近最近最两天开始在跌了 OK那其实这样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基本上你就会发现 最近很妙的 就是一堆底试就出来 开始在打压 放话说 可能这次下九月 好不好也会生三马之类 这种言论 观看你很敏感 你很敏感 你没把这两个联想起来 有有有 你很敏感 也就是他们又发现股市涨上来 又又又又开始 又放空 他们因为几个月 我这个下班之后 我可以传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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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我有看到他们有一些鹰派的说法出来了 不是 我是说之前 我是说稍好 我讲的那个纽约 纽约 连方储备理事会前主席 那一天新闻 有有 我有看到 他说应该来一次这个股市轰轰烈烈的下跌 才能消灭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所以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说 以前 以前有所谓的什么什么卖权 波兰克卖权 或是葛林斯帆卖权吗 他们基本上 不想让股市泡沫破裂 那现在为什么反而变成想 有一点想要说 有一点 希望股市下跌 我一开始是看到这个新闻 我是 我是还是有点半信半疑 但是经过这几个月的求证之后 我发觉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所以 所以我觉得 别开今天晚上的CPI数据 怎样来讲 我觉得除非是真的降了很多 我基本上 我不大认为说这个数据 可能在短线上一两天 甚至三四天会有影响 但是我觉得常见上来讲 其实最终还是美联储 他怎么去应对这个货币 所以怪你觉得六月中以来 美股的反弹结束了吗 应该 我现在可以说大概八成年截 八成 三天前的一天已经截 因为你看 这一波 因为我知道嘛 这几年其实你要看股市 涨后跌息 都看什么科技股 尤其是半导体 那你看半导体 我们稍好讲的是跌那么惨 对不对 这两天 也就是像你 迷迪亚两天跌了大概12%左右 有 差不多 对 两天股价跌了12%左右 那基本上 那基本上这样 非常半导体也是 非常半导体也是很惨 对 一天好像都是5%的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这一波这样的反弹 大概已经结束了 OK 那你如果去看技术分析的话 他好像就跌回120 还是100均线以下 其实我有发现 这两天 其实美国那些 所谓迷因股 投机股的 这个炒作风气 又上来 什么AMC GANSTAR 什么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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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三个B的 那个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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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股票 一天可以涨个二三十% 三四十%的 就是那种投机炒作风 就你讲那种 散户团报股又出来了 那这种通常都是 到长势到末端 我最近有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说 有一个媒体叫做 这个媒体名字 我不要讲好了 反正他也是叫做博尔街 但是不是美国 不是美国博尔街日报 OK 他就有一个图是 在显示说 现在最近散户 我不知道他怎么去计算 他也是引述 某券商的报告 他说散户 现在在买进的 那个热炒又 接近去年的高点 这个就跟刚刚 阮大哥那个 那个讲法是有点 有对照 那最近好像也有新闻说 台股的当充比例 又增加满多了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不管怎么讲 大家稍微谨慎一点 就是说 美股也确实 六月中以来 有反弹 蛮大一个时间波 跟空间了 谢谢